放在树桩上的大明石湖开花了 没有明签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它的花 还挺漂亮的 是19年在展会上买的 买的时候呢 我有问过还有多久开花 说是大概还有两年吧 结果养到现在 这才好不容易见到花 这个好不容易 倒不仅仅是因为多等了一年 而是因为本来长了好多花苞 您看就只有两岁了 一个没留神 一晚上的功夫 好多花苑就被虫给祸祸了 好在这个虫还不算太无情 还给我留下了完整的两岁 剩下的我们只能脑补一下了 想象一下 每一个花苑都顺利打开的话 将是多么壮观的一个景象啊 几乎每一只的顶上都有一个花苑 但是绝大多数的都被虫给啃了 这颗因为没有名签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品种 这种颜色的花瓣 在大明石虎里也算是非常的常见 唇瓣上有很多的斑点 挺好看的 我还挺喜欢它这唇瓣的 我一共有两颗大明石虎 都是19年买的 另外那颗今年还没有开 大明石虎原产澳洲 所以在我这儿算是挺好养的 我放在户外基本上是放养 食用的质料是树皮混料 还添加了一点点的沙土 放在这个砍短的树桩上 这个位置比较背阴 阳光就在这个扎瓣背后 这个位置的通风很好 我曾经放过一些缓湿肥 之后液体肥几乎很少 或者说没有给过吧 去年一年因为多雨 所以也基本上不用太给它浇水 如果连续很久不下雨 当然还是要浇水 它的甲铃镜很粗 有存储水分 所以也算是耐旱 干了再浇即可 而去年的连阴雨 看起来它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如果想频繁地浇水 只要盆底排水量好 看起来也是可以的 大明石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花量极其大 花期大约在冬春季 这个花有一个特点 从幼苗到成熟开花 需要很多年 所以如果您购买的是小苗 要等到它开花 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等个十年八年 都是有可能的 时间了